性别化的劳动它往往是低薪的 因为它不认为女人做的工作 有很多的生产性价值 我是Stephanie 我是一个性别研究学者 也是一个性与性别领域的实践者 这个项目叫做Massage Parlor Outreach Project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的 是希望给唐人杰附近的按摩工人 大部分是按摩女工 提供关于劳工咨询移民语言方面的帮助 当时在西雅图唐人街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按摩店 但是这样的按摩店里面的员工 其实他们的工作时长是非常非常长 而且他们非常容易遭受到来自客人以及老板的暴力 那警察和政府他们只会通过扫黄打飞 或者是突袭的方式来取缔这些所谓的非法的按摩组织 其实并不会让他们的环境更好起来 他们只会去转去做更加非法更加不被保护的工作 2018年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微信小组的建设 然后我们就潜入了很多的微信群 一个一个去添加里面的按摩工人 一开始按摩工人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不信任的 所以我们的建立连结和信任的过程其实很艰难的 我在2021年回到美国之后呢 他们就邀请我去做普拉提的这个教练 通过这种身心健康的运动的这种方式 能够跟工人产生更多的连结 所以这就是我过去一年在做的事情 要扎根在这个社群 你作为一个组织者 你不能够以一个救世主的心态去说我要来帮助你们 而是站在这些人的旁边 并且看到我们共同遭受的压迫和暴力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发起人几乎都是有过移民经历的 可能是亚裔 也可能是像我一样的国际学生 所以我们跟按摩工人之间其实有很强的连结感的 虽然我们的可能看上去阶级地位受到的教育资源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这种移民的历史 加上2021年大家也知道在亚特兰大发生了按摩店的这个枪击事件 在全美的这个范围内 对于按摩工人的歧视以及压迫都是存在的 建立这个社群的时候 其实是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现在来说这个群里面已经有一两百个这样的工人了 我可以看到这三年四年的这个进步 大家对于这个团体有更多的认同感 并且可以开始去建立一种信任 然后并且想要一起做一些事情 到了美国之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性别研究的学习 以及我在做的这些草根行动 我现在会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女权主义者 很多人都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是建立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面 批判马克思理论对于性别这个维度的忽略 马克思提到了再生产 再生产的意思就是工人下班之后 通过洗澡吃饭睡觉等等的一些方式 重新积蓄能量 其实我们可以去想想再生产的这个过程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大部分都是由女人承担的 或者是我们的少数族裔 在整体的社会里面承担的这种低价值的这种劳动 这种隐性的无偿的劳动 就是我在做按摩女工的这个实践项目里面 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按摩女工她的工作 在很多国家她都不认为是一个正经的工作 但实际上她是承担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性别化的劳动 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她往往是低薪的 因为她不认为女人做的工作有很多的生产性价值 所以我觉得按摩女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说明了 一个性别化的劳动是怎么样被隐形化的 所有的这些经历包括我的学习我的运动 就让我意识到说政治经济这个视角 她能够给我一个更深刻的去理解 这个社会的变化以及人的生命 是怎么样在这个大的环境下面是被裹挟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